卢关子和韩丽站在洞府的门口 卢关子满脸笑容地开口说道 哈哈倒不是什么大事 在下前些日子和几位道友在北部天月山脉的深处 发现了一处遗迹 不过这里边残留了不少厉害的禁止 还有一些特别的危险 所以我和那几位道友就各自返回 想邀请一些有实力的人再次去闯一闯 这利道友的实力在我们附近几个山谷当中 那乃是数得上号的呀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一同前去闯一闯机缘呢 韩丽一听闻这话 眉头微微皱了皱 一时没说话 卢关子看到韩丽这般神情 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几分 但是也没有出言催促 韩丽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多谢卢道友的邀请了 只是利某最近有些其他的事要忙 恐怕只能婉拒道友的好意了 哦 那道友既然另有要事 在下也不好勉强啊 卢关子看韩丽显然已经下定了决心 心中颇为遗憾 却也干脆地告辞 韩丽将人送出洞府 随后关闭大门 走回密室 盘膝坐了下来 他手中掐绝 身上金光大放 真言宝伦在身后浮现而出 上面的七百二十团 时间道文 尽数灰暗无光 哎 拒绝卢关子 也不仅仅是要忙于练神术 时间道文此刻尽数暗淡 我的实力随之大减 这种时候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外出探保啊 韩丽挥手散去身上的金光 闭上了眼睛 随即眉心处浮现出一层金光 轻轻地波动闪烁起来 韩丽的洞府大门紧闭 一直没有开启 也呵顾其他人见到这情形 倒也没有出来打扰 时间流逝 转眼之间就过了三十几年 这一日一道流光远顿而至 落在了韩丽洞府的门前 一名头发蓬乱的白发老手 从中献出身形 却正是热火先尊 不等他开口传音呢 洞府大门就从里边打开了 韩丽面带笑意地走了出来 哈哈哈哈 热火道友啊 有失远迎了 你呀你呀 你我洞府才可多远啊 哪里有什么远迎近迎之分呢 哈哈哈哈 走吧 咱们进洞一许 韩丽让出个身位 做了一个请进的动作 热火先尊连忙摆了摆手说 啊 金府就不用了 今日前来 只是为了给你送件东西 先前你一直闭关不出 只得拖到今日才来呀 好 韩丽文言眉头微微一挑 莫不是找得那玄纸晶石了 嗨 那等宝物哪是这等闲可见啊 恐怕要让力道有失望喽 哦 既然不是此物 那是热火先尊 没答话 手心白光一闪 朝前方一抛 一件事物就飞向韩丽 韩丽抬手接过了一看呢 只是一块巴掌大小的白玉令牌 上面雕刻着一枚红叶模样的图案 图案左侧还以古撰文写着外门长老令几个大字 此物正是热火先尊 如今所在的宗门火夜宗的外门长老令牌 翻过令牌的另一面 一圈小型符文正中还镌刻着利寒两个大字 韩丽望着白发老手开口说道 这热火道友 你这是 哈哈哈哈 有了这个小玩意儿啊 你以后算是我们火夜宗记录在册的修士了 日后便可自由进出巨坤内城 哈哈哈哈 不过这也就是个名号 可没有外门长老的供奉给你啊 我们家小夜小的 可供不起金仙级别的外门长老啊 哈哈哈哈 哎呀呀 热火道友啊 你有心了 放心吧 既然挂了火夜宗外门长老的名号 就不能什么事都不干 日后 每三百年一炉的真仙级别丹药 是不会少的 当然了 材料可得由你宗门来出哦 嘿嘿 李道柔啊 咱们必试此处 不就是图个清闲吗 我赠送这令牌给你 可不是为了和你做笔买卖 又让你落入宗门苛旧之中 所以你真的不必如此 哎 不过是炼制一炉丹药而已 对我这炼丹师倒也算不上什么 只是多费些心神罢了 倒是你给我弄来这个长老令牌 只怕费了不少功夫吧 虽然热火仙尊 没有谈条件的意思 但投桃报李的道理我岂会不懂 况且 那眼角眉梢里藏着的欣喜之意 我又岂会看不到呢 每三百年一炉的真仙级别的丹药 短期内可能还看不出什么 可今年累月的累积个数万年 会是个什么光景 虽然不至于一步登天吧 令火业宗成为大型宗门 但也足够拉开和那些曾经并驾齐驱的 其他宗门之间的距离了 就在宗门里 又哪得真正的重返自然呢 说到底 这热火仙尊还是放不下宗门 忘不了宗门谋划 在这巨昆城内 各个大中型的宗门的一切正是人事变动事宜 不仅是宗门内部的事 同时也要在黑山先宫设下的行宫审查登记 外门弟子不算正式编制 从内门弟子到外门长老 从核心弟子再到内门长老 等级越高 审查力度也就越大 听闻韩丽的话 热火仙尊开口说道 黑山行宫那儿算是有点顾旧关系 登记一试倒是没费多少力气 无论如何 我这儿还是要谢过热火道友啊 厉道友 你要再这么客气 我可就要收回这令牌了 那在下就不客气了 随后两个人聊了几句 热火仙尊就告诉一声 飞顿离去了 韩丽手中把玩的那枚玉牌 心中略作思量之后 转身回到了洞府 两个月后 聚昆城内街巷纵横 随处可见临次置笔的商铺 和易受拉载的货车 加洒在熙熙攘攘的人流和叫嚣声中 到处是一幅热闹至极的景象 天空之上还能看到一艘艘体型巨大的商骨渡船 沿着一些固定的虚空轨迹 井然有序地飞起降落在城内的一座座港口 运输着各种各样的货物 在内外两城的分割之处 是一圈高于百丈的巨大城墙 上面有巡城修士驻守巡逻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 各开着一座宏伟的城门 也分别有针鲜修士驻守 内城北门口处人流相对稀少 除了一些匆忙路过的人之外 只有百余来人逗留在此 排成了一条长龙队伍 依此接受驻守修士的检查 继而进入城内 在队伍中靠后段的位置 一袭青色长袍的韩立 目光正流转着 上下打亮着那座城门 只见其门洞入口上端和洞壁之内 铭刻着一道道法阵符文 每当有一人进入门洞之时 便会亮起青色光芒 看起来似乎是用来 查看入城之人修为的 但凡青色的光芒亮起 便代表此人修为在 真先初期以上 只要合验身份 确定是本地宗门登记赛色的修士 就能够顺利地进入内城 韩立跟在众人的身后 随着队伍缓缓向前 这时候忽然有一道人影 从众人身旁直律而过 也不排队 也不出示任何的身份证明 丝毫不顾忌守城修士 就这么直接走进了门洞内 就在众人疑惑之际 门洞墙壁上 镇刻的符文突然光芒大作 释放出阵阵的炫目金光来 周围众人见此 不禁纷纷扎舌 惊叹不已 虽说这巨昆城 乃是黑山仙域北部的第一雄城 但是往日也以真仙金仙居多 能够见到他已经修士的机会不算多 而此刻呢 众人眼前竟然就出现了一个 就在众人回过神来 想要看清楚那人容貌的时候 那个人却已经飘然入了内城 身影消失无踪了 一阵小小的骚动之后 队伍又重新归于安静 继续朝着城门内移动着 约满半课钟的时间 韩丽来到门洞口 头顶上方的符文随之亮了起来 绽放出阵阵雪亮的白光 驻守城门的是名中年修士 抬头打亮韩丽一眼 请先修士 韩丽抱一微笑 把那枚火叶松长老的令牌递了过去 中年修士微微寒手接过令牌之后 往身旁的一座石台上放上去 石台上小型的浮阵立刻运转 释放出灿烂的滑光 片刻之后 中年修士把玉牌递了回来 啊 没有问题 前辈请进吧 韩丽接过令牌 冲起点点头 走入门洞之中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